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5月15日 今天晚上看了几篇文章 有一篇文章讲到俄罗斯将向中国开放海三维 吉林有了出海口等了163年 这可是一件大事 因为我对这个还是应该讲 不能说很了解 比较了解 因为上个世纪我曾经文汇报指派 我到那个燕边 燕集 参加了大概三次 至少三次就是去燕集 就采访图门江下游开发 也就是五国共建北方香港 当时大连波起来提出是 建设北方香港 吉林省也在比拼不服 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有个计划 也就在这个浑村那个地方 要准备搞出海口 那时候搞得非常热 而且有一些举动已经有些进展了 主要是涉及到好几个国家 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各怀鬼态 各有各的打算 很难协调 我曾经不仅去了燕边州 而且去了这个浑村 采访了这个当时的黄硕 黄硕是燕边州州委书记 瘦瘦的 还写了两篇文章 有一次我记得 写一篇文章是分上下两篇 都在香港报告发表的 题目就是五国共建北方香港 在那期间我会见了好多的那个官员 包括龙有图 龙有图 还有一个很多的就是这个 吉林省的吉林省和燕边 延吉的地方官 那时候给我感觉就是这个 关于浑村这个事情啊 这个阻力就比较大 今天看到这篇文章以后 我是感慨万千 等了163年呢 你这意思是 现在马上有着出海口了 就很有意思啊 以后的货物啊 不用到大连去了 绕道走 这多好啊 但是你想想现在的形势啊 没那么简单 首先我们来看看 这是万维网转发的啊 讲到国内的自媒体股片文章 他讲到自去年开始 中国和俄罗斯的跨国贸易俄 实现了飞跃式进展 说双方合作项目要加快了啊 说是法刑社讲 政府经过俄乌危机以后 决议转向和东方国家合作 这并非战时性的政策 而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发展趋势啊 来自于西方对俄的敌势 不会消除 这个墙内自媒体 没有自媒体 墙内肯定是都是官方办的 只不过是以自媒体的行事 护露人带风向的啊 但是他透露了一个想法 就是习近平这个人啊 你回想这十几年 习近平都是这样 做什么事的头脑特别简单 就是总是在做梦 所以说呢 他现在有这么一个规划 包括前一段时间把这个海三百 一些名字都改了啊 似乎透露他这方面想法 我们待会再讲 我们先来看看这篇文章怎么讲呢 他说今天3月15号 普京发表中俄远东计划讲话 宣布呢 政府将投资在西伯利亚进行 机械升级 打造一个和亚太伙伴贸易的跨境通道 莫斯科寄希望远东各邦能抓住战略机 承担这一重置 说今日中国海关网站公布了40号通告 通告当中就讲到这个 第一条前半部分明确标注 同意在原有吉林省 内贸货物跨境运输业务范围的基础上增加呢 就是这个海三百为内贸货物跨境运输当中的 这个转运中转运口岸 该条款的目的是拓展吉林省 这个贸货跨境运输业务范围 日期在6月1号正式实行 海三百是远东联邦区的行政中医 也是俄罗斯太平洋沿岸最大的港口城市的经济文化中心 这篇文章介绍由于地理优越的条件 此前一直是俄罗斯与日本贸易的前行人地带 但自欧冲突以来 俄政府和日韩的贸易额下降 断崖式下跌了 这个消息无疑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 他说历史上这个吉林缺少天然的出海口 也成为限制该地区经济发展重要因素之一 不利得开放 这地区的确是这样 随都知道 因为如果打开这个口 那不用绕道走了 那确实是方便 降低那些成本 加速货物的流动 那就可能热闹起来带动周边地区 由于以前很多国家 他为什么联合国计划署当时都没搞成 就是五个国家想搞都没搞成 因为他各有各的算盘 各有各的算计 那么现在这篇文章 其实很直白和幼稚的 就挑明了习近平的想法 习近平就听底下马屁星给他拍 他没整明白 你想一想吧 这一次这个物战争是谁打的 这个物战争是美国主导的 乌克兰打的 这七大工业国人力到没有这个兵源 物力财力投入多少 还有道义支持 还有冒着风险 现在也不能说百分之百就给俄罗斯打败了 总得来看俄罗斯大势已去 那么可能在这七大工业国也叫列强吧 早就规划好了 打败了后怎么办 怎么分赃 这就像你那个你看那个这个动物事件就可以看到 啊 要几个老虎啊 也把这个羊抓住之后 几个人分吃的时候 你想他可不可能让一个 未来的虽然是虎 但是你没有参与战斗的虎 让你来分这羹 不可能的嘛 是不是啊 所以这习近平这个脑袋我发现 我看这位文章都觉得滑稽可笑 他规划这个蓝土是很宏伟 这就是乌克兰鱼血奋战 啊 人家这个结有这么一个最后的战区 你习近平万有就结个大金鱼血奋啊 这是想起来真的是滑稽可笑 你看习近平十年来干的哪个事不是这样吧 雄安新区一带一路 脱贫攻坚 脱贫攻坚也是啊 像胡春华农历完以后成绩归塔的 在最后怎么样 新冠也是啊 深村人村节都没回家功劳给他 现在给的怎么样 等等啊 他干一出砸一出 包括北京郑教授啊 都是大忽悠 就升了武统台湾了 就没想到现在还有人给他出这个点子 你看很好啊 那习近平这正是 呃 说心里话在这座子啊 结个大元宝 哪那么简单的事啊 你想 你美国呢 呃 其他工业国啊 能这么就完事啊 他肯定有他的想法啊 怎么去 假如真战败怎么瓜分 肯定有个方案 而且人都准备好了 如果说你捡瓜烙 美国会怎么对付 一定是有方案的 没那么简单啊 但是你可以看出这个 这里面讲的一些 呃 历史的背景啊 讲了一些故事 一些规划 这是真的 因为我还是比较了解的 还不是不是这一次了解 你想我在上个世纪 跑了那么多趟 看了那么多的资料 采访那么多的人 呃 了解还是比较清楚的啊 就是这个是很复杂一个事 你看是很简单 实际上难度相当大 我跟你讲 那么这篇文章讲 他说意味着中国拿到了完全的贸易输入权限呢 吉林时隔163年再度打通了这段不到20公里的出海口 另外呢 以四年 中国曾合作开发了滨海边疆区的扎鲁比诺海港 该港口主要承担国际物流的转转作用 但在开发权限基建便利程度上来讲 扎鲁比诺港 远比不上已经被使用了 被使用多年的海山外港 这一个图呢 是不是啊 这个图我太熟悉了 我不是现在看的 那个年代你想 上个世纪我当年延期采访的时候 那么说心里话 你哪个星期不看 得看这个图 因为他属于我报道范围那段时间 我写了好几篇文章啊 而且期了以后 我还有这个非常的深入的采访了这个 当年是和张德江关系最好的一个 他就算他的大秘宝啊 那个是个图门江下游开发办公室主任啊 孙主任那个人很有水平 一肚子故事 那个人就讲了过去这些官场的事 和这些出海口这个事 回孙怎么开发的事 怎么规划 然后呢 这几个国家 就是五国嘛 五国各大算盘 他们的 是怎么打的算盘 那假的 头都是道 几天集都听不完 啊 所以这个我一看这个消息啊 就是这个习近平这个脑袋 我发现 这头脑太简单了啊 总之吧 本人认为啊 这一次他打败了 假如打败的话 那美国就肯定会有办法 就扶持一个什么呢 亲美的政权 亲其他公共和国 自由世界的 不会让你习近平在这边 要捡个大便宜啊 你是白日做做梦 按照他的讲多好啊 俄罗斯死了这个二十万 乌克兰死了十万 美国庆国之力 其他国家 下巴士都顶了 就给这个账打赢了 哇哦 你习近平坐向余人之力啊 你想的头脑太简单了 如果那种情况的话 那联合国当年开发署 这个自助 农友图都牵头 太没搞成了 哪那么简单是吧 本人认为没那么简单啊 这完全是个大忽悠啊 有业内人士认为 俄罗斯将海塞湾港自贸权交给中国 这是一大战略转向 证明了俄方的诚意 他光有诚意 现在的一旦败了以后 这个一个是你 你这个 这个这个普京啊 能不能 肉身能不能存在 都是个问题 没有自由都是个问题 是不是啊 你何况你俄罗斯解体了 就解体了 说心里话 戴若给大家接着 就要另一篇文章 讲的很详细啊 到解体以后还是什么什么局势 你习近平 你不但不能把海塞湾吃了肚里 搞不好下一步 因为美国自己就开干 你习近平政权 共产党政权就垮掉了 你看这 搞不好都亡党亡国了 你还如意算盘 你如果他按他那么想象 人家美国就不会支持乌克兰 打这个战争 是不是 另外乌克兰也不能 也不能让啊 是不是 我凭什么我死这么多的人 我给你一创造这个坦途 我说实在是不靠谱的这个新闻 当时你看一看还是参考才有必要 他就讲说自去年开始 俄政府火速敲定 推进多个中俄合作项目 包括一直未完成的 中俄黑龙江大桥 中基武铁路大工程 还有西伯拉二号天然气管道等项目 并和中国签订多年的能源供应协议 等等等等啊 这现在是现在是这样 你能打完这个整个的国际局势 他就变了 他不是现在这个局势了 我跟你讲吧 除非现在怎么 如果是这个逆 如果是反过来的思考 就是说 如果习近平从一开始 就能就是站在美国这个一边 支持武汉打俄罗斯 那可能你随意战胜国 对不对 你给他干掉了以后 那你分一辈更是可以的 或者什么呢 你习近平真是有胆 现在就是直白的支持他 就是这个致命性武器 万派这个中国的军队参与这个战争 打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打赢了 那当然你习近平就可以找到海塞外 海塞外这些地方要跟俄罗斯合作 对不对 还有一种可能性 要顺利成长 你现在站在侵略者的一边 完了磨磨叽叽 以后这样 以后就像占便宜 两边通吃 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不信你们看往下走的局势是什么局势 这习近平又给自己画了个大饼 一个梦啊 你看他哪件事不是梦 梦醒来是什么是严峻的现实 就像熊岸星区描绘的千年大纪业 你看以前的规划 那都是可以这样讲 太美好了 那个熊岸星区 现在怎么样 不就见了个大锅盖 一个交通淑女吧 草坪都没有钱铺 你就想想 他搞就搞 他如果搞得好 怎么可能把李强这会儿 总理就像儿童带来去给他挺的 还要搞精进计三个这个 第三个这个这个城市啊 来支持他 你就想想吧 阻力多大 那就等于烂尾了 你再挺 宣传没有用 就说这个这个是个大呼吁啊 因为什么现在这个俄罗斯 我估计战败了以后 这个美国为首其他工业国 早就给他想好了一个方案 就关于这个怎么瓜分土地 怎么赔赏 怎么联合开发 那肯定了 这些国家都要介入 人属于战胜国 对不对 你怎么可能让你一个中间看眼对吧 坐等于这个大馒头 你想象太简单的头脑 那么这篇文章讲啊 他说 未来转线和中国共同开发是可行之举 因为他他设个假设条件 这个这个官媒 他什么条件 就半自媒体啊 他设个假设条件 就是普京还能继续执政啊 你想他打败了 怎么可能再执政吧 你不可能了 你俄罗斯内部很复杂 连瓦格纳都干他 你是不是 所以他这篇文章就非常有趣啊 他说值得一提的还有呢 此前福克斯新闻的美国媒体 在拜祷的报道当中 责怪拜登任何将俄罗斯推向了中国呀 认为民主党自上台又知性不留余地的反俄政策 一手促成了俄罗斯和欧洲爆发战争 结果让中国这次冲突中成了最大的赢家 我认为这做白日梦啊 你真是就梦做的太虚幻了 还美国帮助你啊 这样占便宜啊 是吧 俄方主动帮助中国解决了战略资源的问题 前美国总统川普一直持这种观点 川普不持这种观点 多次表态自己一上台 就让俄欧战争立刻结束 反对西方的隔离俄罗斯的政策 对此有评论讲 将中俄的合作统一归类为西方挤押下的结果 完全是王子尊大 事实是 俄务冲突前 中国和俄罗斯关系和合作项目 也在逐年的上升啊 但这次乌克兰问题已经将俄罗斯比较强角了 俄方几乎不再对签署诈骗协议的欧洲爆有任何希望 寻找其他发展路线完全是合理的 你必须往下看一看吧 行事是会不会如习近平所梦 这是一条消息啊 我们等等看 反正这个时间是很快了 因为这个俄欧战争基本上给我感觉啊 似乎到了这个尾声 我们再来看看 另一条消息 自由时报报道的是乌克兰最新情报 俄军不再有大规模进攻能力了 他说俄欧战争持续进行当中啊 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发言人 叫优索夫15号接受乌克兰媒体访问时提到了啊 他说俄罗斯不再有能力 其自愿进行大规模进攻了 俄方目前在前线出于首饰 但值得注意的是俄军目前能积极维持导弹攻击的强度啊 现在生了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啊 就是俄罗斯普京敢不敢丢核弹 或者讲他前几天我看媒体都报道他说 那个匕首美国能不能防得了啊 现在看来美国已经有能力防 他就完蛋了啊 他没有别的招 那将来这个七大工业国以美国为首 就可以给他准备一套剧本了 怎么我瞎走了对不对 给我感觉这次生理事宜到这个欧洲去啊 尤其到这个荷兰海洋啊 法庭 看来是美国国际国际社会 给他准备一套一套收审的剧本 我认为啊 所以收审完了以后 西方关于的异度问题是有安排的 因为普京成了罪犯了 关起来 直接绞死了 那他就没有力量去处理什么远东这个海山 这说了不算了 这个习近平领导这个团队 这实在是这个脑袋简单的 我都想他怎么想 他不应该寝寺寝寞友图 陆友图现在活没活 他就活的陆友图很有水平 就关于这个图门江开发陆友图的讲话里面 讲得非常详细 各个国家是出于什么原因 怎么争斗的 有什么难点 最后我卡在什么地方 那讲得非常细致啊 这个习近平我发现 治理国家是稀的糊涂的 是要一旁就找到北 你看老大 你厉害 你看咱们就看着他们斗 斗完油就给咱们了 咱们一下给收回来了 是吧 真是想得太幼稚了 那么不过这篇文章 自由时报 似乎这个讲到了就是这个俄罗斯啊 没有能力再继续打下去 确实也对啊 他说CN报道 优索夫表示俄罗斯在整个前线出于手势了 他们没有资源进行大规模的进攻了 同时呢一直为防御所准备 这也是乌克兰这个指挥部啊 说在准备收复国土行动时 会考量的重要因素 说针对俄军近期频密的使用无人机 与导弹攻击啊 尤索夫指出啊 俄罗斯导弹目标去年大多锁定乌克兰的能源激素设施 目前目标已经改变了 攻击强度也减弱了 加上俄军缺乏某些型号的导弹啊 但他们积极寻找其他军备替代 除了伊朗制的刺杀无人机外 俄罗斯积极的世界各地也寻找武器啊 不论他怎么寻找 只要中共国不敢直白地资助他致命性的武器 再加上兵员进去这个去帮助他 他是肯定是败了 省最后一个利器呢 就是他家那个大砍刀能不能砍到美国 或者是砍到其他地方 我估计恐怕美国心里有输入了 就防得了 他就完了 彻底就完了 再加上挑起他内斗 不用挑他 他内部肯定斗了 因为俄罗斯内部 那些很多的小民族多着都在等着 是吧 那个斗争很激烈 这种政治制度啊 这个独裁统治都是这样 等到你不能输 一输入在内部就 内部反对派就直接就给你吃掉了 所以对俄罗斯来讲 普京给我感觉大难临头了 和他捆到一起了 习近平也随止他去 我跟你讲 美国不会放过 怎么可能 美国让你这个 东北话讲 剪大瓜道 美国郁闷啊 乌克兰郁闷啊 你乌克兰也不能干 我给他打败了 你开发了 没那个事啊 这个太头脑太简单了 而且他也好 俄罗斯也好 那些核弹呢 没什么用处 因为那核弹都是 大家一起死 另外你的核弹发射 能不能发射出去 都是个问题啊 不要以为他手里拿个密码箱 印他就出去了 没那么简单 那要走程序 那程序很麻烦的 一般人调动不了 何况美国现在都瞪大了眼睛 盯着啊 那么这边门上讲 有所服务估计俄军呢 仍然有大量的S-300 防空导弹的库存 俄军将S-300用来当作D对D导弹 在这种模式底下 S-300的命中率并不高啊 你看 美国已经把它算计得非常清晰了 我们再来看另一篇文章 就讲什么 就是这个 马克龙讲的 俄罗斯地缘政治上输掉了战争 成为中国的附庸啊 他讲这么一个评估 他讲 在俄乌战争处于关键的交叉状态啊 这个泽林斯基呢 这个访问欧洲输国自己 马克龙在《明义报》上发表文章啊 就说俄罗斯已经在地缘政治上输掉了 恶务战争 实际上 正在成为中国的附庸国啊 这是从表面看 但是你附庸国 你得看是 这个 未来是随执政 普京自己的命运如何 也就和习近平连在一起了 他俩说 合作无上限嘛 因为习近平现在保下 压错了 压错的是一样 压错了以后啊 你党内肯定是反对力量非常多 他为什么 really一两天 你看不断上讲 两个确定 两个毁和 整天开会洗脑 那就是党内反对他的人 不太凶游 包括元老门 你说你看你 你给整个啥样 你丢老人了 还跟俄罗斯捆在一起 要不你就打 咱们值得打吗 美俄罗斯战 不打你说你瞎嘚瑟什么 只能嫌这么狼狈 还不如一开始你就支持美国 是不是 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 是不是 那你就不一样了 所以他很被动 我认为 说发行社讲马克龙讲 实际上他已经进了一种 对中国的义服 服用状态是眼下 暂时 因为他现在俄罗斯总统 普京还是总统 对不对 说并丧失了波罗的海的通行自由 这是很关键的 因为俄罗斯促使芬兰 瑞典加入了北约组织 马克龙还讲仅仅两年前 这是无法想象的 因此这已经是一个地缘政治的挫败了 让我们明确一点 俄罗斯不能在军事上赢得这场战争 现在已经赢不了了 他说 所以这要由我们来确定 如何帮助乌克兰进行他们的反攻 你看 这个反攻是谁决定的 是其他工业国美国在搞的 并如何在最终不可避免的发生谈判当中 准备好安全保障的问题 说马克龙在采访中继续讲 我总是说最终欧洲的安全框架将需要充分捍卫乌克兰 但是也必须要想象不欲俄罗斯对抗 重建一个具有可持续性的力量平衡 就西方现在似乎欧洲和美国现在内部还没完全统一起来 就对他战斗以后怎么处理 一个是他本身要不要接受审判 要不给他嚼死他 战争最多要嚼死的 对不对 叫萨达姆就不是了 另外还有一个你那个隔地赔款的问题 打输的隔地赔款啊 你得给重建拿钱 说扣了七十多亿那也不够啊 还得有 因为什么这其他工业国还要通过重建收回投资 资本家都是这样吧 都在讲钱这里边 是不是啊 都准备了方案的啊 甚至可能肢解他以后的土地怎么办都是问题 你说不定到那时候美国也好 日本也好 也琢磨了海三维的 说我们打败了 那海三维是我们的 这有可能我跟你讲啊 要不人家就不惜和你干一张了 是吧 人家打这仗以后 人家就其他工业国有足够的勇气和什么 成这个和把握就干你的老公了 是不是 你这个做好时间准备 怎么可能 这个眼睁睁的这个给你创造这个坦途啊 是吧 说在马克龙总统的专访发表当天啊 说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周日晚间出乎意料的对法国进行 呃 乌战以来第二次访问啊 与马克龙见面啊 讨论乌克兰的军事人道紧急的需求 因为泽林斯基很精明啊 他这个时候打的时候就是淡定从容慢慢的打 时间拖得长 呃倒不是说长一点脆的时间然后利益最大 支援赶快支援能打完以后你就不支援了 那可能有事就麻烦了是吧 国和国之间就像人和人之间交往一样啊 各算各的账对不对 你不要看表面都冠名堂皇 也是各打各算盘是吧 最大算盘是老美手里 美国手里的大算盘 滑了滑了响了响是吧 老拜登了不起啊 这个账打的老拜登有碎片 说此前 泽林斯基连日造访欧洲诉国啊 包括意大利 范蒂冈和德国啊 会见意大利总理呢 梅洛尼 德国总理苏尔茨并建了这个 方济格 获得各方实质性的权力支持 他说这时候想在这个战斗即将胜利之前啊 多拿点盘缠 多拿点赞助是吧 泽林斯基方法前还在德国呢 压身接受多位欧洲欧盟领导人 向乌克兰办法的享有剩余的查理曼奖 表彰乌克兰正在为欧洲的自由和价值观而战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兰奖 乌克兰体现了欧洲理念所代表的一切 就信念和勇气啊 为价值观和自由而战 信守和平与统一的承诺啊 他树立在一个榜样 主要是为了震慑习近平 他下一步等到把普京收拾完以后 他肯定要有加倍要整习近平的独裁统治 除非习近平的反对派 就是这个对地派的退翻 那才另当别论了啊 所以美国也是准备好了剧本 我认为啊 就是泽恩斯基表示 乌军正准备反攻啊 目的是在解放在国 国际公认边界下 被俄罗斯占领的领土 而不是攻击他的本土 这是肯定的 美国是限定范围 美国是三个限定啊 一个是什么 限定这场战争是常规武器 第二限定这是两个国家 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 第三限定就是什么 限定就是本土 夺回克里米亚就完事了 他美国是美国真正把握老大是美国在在背后啊 一步步推进 因为他的武器 武器的资助就可以看出 按照公理数一点就把他推进 目的什么 目的还是在玩俄罗斯 对不对 玩完俄罗斯以后 他肯定西民就成为 就成为这个 温中之别了 美国就在琢磨其他共同国就怎么要做他了 绝对不是说和他冷战 我认为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啊 因为美国已经看透了 共产纪念统治 全是一件最大的威胁啊 你这已经是非常明确的 除非习近平 要叫我看 习近平只好是拼一把 就直接支持这个乌克兰啊 直接盖一把 或许他还有可能就是说 将来这个占便宜啊 很难讲了 你看那个原先 那个90多岁老先生 封国将不就讲了吗 说习近平的中共 有可能统治世界 统治若干年以后 再被人民就推翻 谁知道了 你讲那么大年 人能得出这个结论 也不是空穴来风啊 我们来看看 泽伦斯基表示说 乌军正准备反攻啊 说目标是解放在 国际公认边界下 被俄罗斯占领的领土啊 说法新社讲 泽伦斯基八点半抵达了总统府 受到马克龙的欢迎 法国总统表示 两人将进行晚餐会议 讨论乌克兰军事与人道上的紧急需求 两国元首将针对欧洲和平回归 并就泽伦斯基提出 获得法国支持的和平计划内容交换观点 你就看马克龙表现 就是这场战争是处于什么阶段的 马克龙是典型的和风派 说现在这个时候那这是这个泽伦斯基提出什么要求的都满足 因为什么呢 他知道这个俄罗斯挺不下去了 战胜国是这个乌克兰了 这个泽伦斯基是吃了西米一口豆腐 孔克也拿到手里了 又开始忽悠这个泽伦斯基了 马克龙典型的是一个叫什么八面玲珑 这样讲吧 就是一个机会主义制 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主义制 你通过俄国战争 你可以看出这些正要的表现 这是非常的灵人眼花缭乱 那么这篇文章讲泽伦斯基在抵达法国后发了推文 巴黎每次访问乌克兰的防御和进攻能力都随之增强了 与欧洲的关系更加密切 对俄罗斯的压力再加大 那么下一步他们讨论了什么 就不是说不仅仅是俄罗斯问题 是怎样围剿中共的问题 好 谢谢 再见